AudioJungle 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面向本处所有工作人员,公开选拔一名首席调查主任,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层层推荐,最后有40多人进入了比试环节,10年43岁的蔡双雄也参加了这次选拔考试,蔡双雄25岁就进入廉政公署工作,承办过多起大案要案,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。 对于这次考试,他做了充分的准备,考试进行得很顺利,多是些专业性的题目,蔡双雄做起来轻车熟路,可是,最后一道题把蔡双雄拦住了,这道题分值高达20分,成败再次一举,题目是这样的,请简述唐太宗理市民,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,并详细论述其合理性,蔡双雄知识面并不算窄, 而且很崇拜李市民,平时读过许多关于李市民的书,但是此时,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,李市民曾在环保方面,有过什么施政措施,交卷的时间快到了,无奈之下,蔡双雄只好在试卷上,写下了这么一行字, 我实在想不起来,李市民在环保方面,曾有过什么举措,对不起,这道题我不会答,一到二十分的题没错,哪里还会有希望,交卷后,蔡双雄显得很沮丧,连证公署选拔官员,考什么环保, 一些关系好的同事了解情况后,都纷纷安慰蔡双雄,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两个星期后,考试结果出来了,最后的那一道题,蔡双雄竟然得了满分,并且,只有他一个人得了满分,蔡双雄成了进入面试环节的唯一人选,选拔委员会是这样解释的, 唐太宗史,还没有环境保护这种说法,宗观李市民一生,他也没有为了保护环境,采取过任何措施,这道题根本就没有答案,或者说,最标准的答案就是不知道, 其实,这道题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试题库里抽出来的,目的就是测试应试者的诚信度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这才是做人应有的态度, 遗憾的是,竟然有那么多的讨生妙笔生花的,列出了李市民的多项环保举措,并洋洋洒洒地用了数百字去论述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个人的德行,往往会在细节中,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,诚实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,保持诚实的美德,是走向成功的基石,人人诚实,则是社会的基石,这不是我们现在正缺少的